同学们好 这是台大的一个研究所的考题 这个题目如果你很熟练 尤拉科西方程式的解法的话 其实你不一定要用我等下介绍的方法 但是大部分的同学看到他就会慌掉了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还是用一个变数变化的概念 先把它化解一下 各种学我做一个变数变化 我令新的变数z是2x加1 意思是说我要看到x的时候把它换成z的写法 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里对x的微分也都需要调整一下 所以像y对x的微分 就需要调整一下变成对z的微分 y先透过z微分 再把z拿来对x微分 这要运算一下下 z对x微分可以从上面观察出来 就是2x加1要对x微分 2x加1对x微分是2 所以说这个是两倍的y对z微分 好 还要再为第二变 因为这有两次微分的相似 好 那就是 已经微分一变的 还要再为第二变的概念用一下 好 怎么用呢 就是我可以把刚刚那个算出来的答案 放在分子这边 拿来微分 好 那微完分之后 好 再做刚刚类似这样的隐含数微分 好 刚刚微完分的 它是上面这个 把这个丢进来 两倍的y对z微分 丢到这边来微分 好 再做隐含数微分 好 这个先对z微分 再把z拿来对x微分 好 隐含数微分法则的应用 好 好 那z对x的微分 又是刚刚那个的应用 刚刚有用过一遍 z对x的微分 这边有用过一遍 2 好 这次仍然一样 z对x的微分 再用一遍 2 好 那前面这个部分呢 前面这个部分就是 可以整理成两倍的 y对z为第二变 就是y对z两次微分 好 然后那个2也可以合并 到前面来变成四倍的 y对z两次微分 好 那 全部带回去之后 故原始可表为 就原来方程是 我换成 字变数为z的表达方式 故原始可表为 好 对第一项来说的话 就是z的平方 好 再乘上y对x的两次微分 在这儿变成它 好 它就是四倍的y对z两次微分 换成z的表达方式 好 然后中间那一下的话就是 六倍的z 六倍的z嘛 好 再乘上y对x的微分 好 y对x的微分 最后一下有一个16倍的y 好 然后等到右边是一个2 那这个y也是一样的概念 就把它换成跟z有关的表达方式 好 再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所以是4倍的z平方 乘上y对z两次微分 好 这个尤拉克西方程式的形态就很清楚 好 减掉12倍的z再乘上y对z微分 好 最后来再加上16倍的y等于2 好 左半边的话 是一个规律的那种组合 就是尤拉克西方程式的规律组合 好 我先求它的奇性解 好 等一下这个找的过程中 都把y当作跟z有关 好 奇性解通常会用下标一句 代表它 好 从哪边找奇性解呢 好 先把等下右边当作0 来找一下奇性解 好 因为4都是它的倍数 所以我把整个方程式除以4也可以 就由z的平方乘上y对z两次微分 好 中间那项除以4 减掉3倍的z 再乘上y对z一次微分 好 最后项除以4 所以是4倍的y 好 从这边来求 所谓的奇性解 好 那因为它是尤拉克西方程式的标准形态 我们可以假设 答案的形态跟z的m次方有关 好 这个 各同学在学习 那个尤拉克西方程式的解题过程中 应该有学过这个概念 好 然后代入上式 好 代入上面的方程式之后要微分 好 这里会遇到两次微分的情况 我要对z两次微分 这要小心一点 然后中间那一项是微分一次 好 最后一项不用微分 这代表都是对z微分 好 那要留意什么呢 留意这个微分之后变成什么 因为蛮多同学的微分是怪怪的 不太对劲 好 这会变成 那个m被围到前面 这一项是对z微分的 m被围到前面来 然后原来次方在减1 好 一样的原则 这个地方再围第二变的时候 然后 就把刚刚微分的再微变 就是 再把次方围到前面来 然后原来的次方在减1变减2次方 好 是这样 好 然后z的部分 因为外面有平方跟你次方 z的部分都变成m次方了 中间这个也是一样 z的次方都变m次方 最后一项也是一样 z的m次方 就把z的m次方 全部提到外面来 好 那填写瓜谷的部分的话 好 第一项来说的话就是m乘3m-1 中间那一项的话就是 减掉3倍的m 最后一项的话是4 好 两部分相成为0 后面那一部分是我假设的答案 我假设的答案通常不希望它是0 好 所以 这里我们说z的m次方是我假设的答案 通常不希望假设的答案是0 所以只好安排前面的瓜谷那一部分为0 前面这个瓜谷的部分就是m的平方 好 这里有减m-3m 所以是减掉4m 好 再加上4等于0 好 这个时候会发生重根 对不对 好 m的话都是2 好 因为我们因式分解完之后 都是m-2的这个因式 所以m的话就是两个重根的2 好 重根情况之下 各种学有了 科西方程是重根的时候我们有学过 它的第二个答案必须要修正一下 好 现在找的叫奇性结 然后奇性结的自变数是z z的m次方 那个z当自变数 好 那m次方呢 那个m次方的m 现在有一个是2 好 另外一个还是2 没错 但是另外一个2 旁边要修正一下 修正的方法可以证明说 它是多成这样一个nature log z 好 关于证明的部分 同学要看一下我另外一个单元的说明 而且这是一个线性又极性的方程式 所以可以叠加它 重提的语言理可以用 好 各位同学我这里的组合 其实我用到很多观念 同学如果有困难的话 需要去看一下我刚刚念过的那些概念 那些的定理 好 再把z跟x的关系换回来 z是2x加1 好 所以是c1乘上2x加1的平方 好 再加上c2乘上2x加1的平方 再乘上nature log z 而z就是2x加1 好 更多趣还没有算完 这个题目我现在只有找到奇性解 好 理论上上面这个原式可以 如果留下非奇性相的话 可以找到非奇性解 然后 呃 现在的非奇性相因为很简单 所以事实上可以用观察法 直接观察出来说 y应该是常数 y如果是1.8分之1的话 那就会第二项不见的 第一项也不见的 因为常数的微分是不见的 y是不见的 所以只有留下16倍的 y等于2 也就是y等于1.8分之1 好 非奇性解是1.8分之1 通常我们非奇性解用的代号是yp 所以我这边写一个yp 好 yp的话是1.8分之1 好 然后要记得通解是两个的组合 通解就是要把奇性解跟非奇性解组合一下 好 组合一下哦 互通解为 刚刚这两个答案的组合 好 通解就是yh加yp 好 再把上面这个写一遍 好 上面这个是c1乘上2x加1的平方 再加上c2乘上2x加1整向曲平方 再乘上nature log nature log里面放2x加1 好 绝对值可以拿掉了 各种学那个nature log 事实上也可以允许有小数 这个小于0的状况 或是有i的状况 有负数的状况也ok了 好 最后再加上一杯奇性解8分之1 好 我已经找到这个问题的通解了 好 这个是我这个问题的通解 好 以上请同学们参考 谢谢大家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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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